大家好,我是姚江 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新疆的这个事儿啊 这个韩东上又发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他是以一个汉族的这个集中营里边的这个管教的身份 来看这个集中营内部的情况 这里边反映了很多细节啊 这些细节想一想很有意思 他说这个集中营里边现在是分班的 就像学校里边分这个尖子班啊 竞赛班,奥赛班啊 什么普通班呢 对吧 还有一些就是把坏学生放在一起的这种差生班 这个集中营里边也是 他现在分宽管班,普通班,严管班,强管班 这是四个班 分四个班不同的啊 这教育是现在是因材实教啊 不是有教无类啊 现在共产党落实的是因材实教 和这些中国的这些大专院校啊 高中的一样 强管班就是最严格的这个最最差生班 里边都是维族人和回族人啊 他这里边 以前我们以为他里边关的都是这个少数民族啊 现在看好像还不是 根据这个人说里边还有汉族人 汉族人都在这个普通班里边 就是进去 进去待一待 可能是有一些 什么什么样的汉族人他也没说 以后我们再具体了解 到底是什么样的汉族人会被关到这个集中营里啊 然后这些学员就在里边学 学汉语嘛 这些学汉语 学汉语是 这个学汉语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你要是学好了 期中考试期末考试 打满分啊 打了95分高分 就可以去见亲人 你要是学的不好 表现不好 你到时候就不能见亲人 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 有一个人他妈妈死了 他就想去参加他妈妈葬礼 但不让 因为可能他学的不好 就是 就是这个见亲人成了一个共产党 控制这些 学员的手段 这些学员现在都是妻离子散吗 现在这个 根据他这里边说呀 这个集中营现在是人满为患 就是能抓的全都抓了 所有村里边人都抓没了 估计是这个青壮年的男性 全都被抓了 女性估计也有一些被抓的 现在老人孩子在家就没 地也没人种 孩子也没人管 老人也没人照顾了 他们要看家人 就是应该看老人孩子 这些人关的都是青壮年嘛 现在他们就是 完全被控制在学院里了 这学院里边人满为患 他们也管不过来 这个人说 他们这个是轮班嘛 轮班就是 到时候你休息 但是现在人太多了 人不够用 这轮班 轮班的机制基本取消了 就是到他们休息的时候 也休息不了 都 就像你在中国私企工作似的 你说是周末周六周日休息 到时候你还得去加班 你不加班 老板就会给你颜色看 对吧 像是新东方吗 对吧 女性堕落了 导致全社会堕落 所以新东方呢 男的女的 男的当狗 女的当男的用 现在女的也是狗 什么人都是狗了 天天都得加班 这个就很奇怪了 你看这个 现在这个等于是 叫集中营里边 原本说这些人是轮班之的 到时候可以休息 现在也休息不了了 然后呢 每月 本来这些管教 每个月 伙食补助一千 现在这个一千 他没领不到 好几个五个月 没领不到了 其他的集中营也是 就等于说 现在这个集中营 一个是人不够 为什么人不够 肯定是老领导 把钱都拿走了 这个伙食补助也不发 比如上面给你派 十个管教 对吧 十个管教 管一百个人 一个人管十个人 那他现在 抓一百个人 他只招五个人 老领导就把五个人的工资 给扣掉了 对不对 然后这招的五个人 伙食补助 一个月五千块钱 他也给扣掉了 这老领导就贪了 百分之六十七十的钱 都被老领导给摊走了 所以这集中营 现在成了个集中营产业 这肯定就和重庆 以前这个薄熙来啊 唱红歌 以黑打黑是一样的 以黑反摊 这现在是一样 现在就是你现在 上边要抓新疆的 这些恐怖分子 但是被当地的这些官员 可能就给扩大化了 上边说是要抓多少人 有指标的 但是下边估计是 他们为了捞钱 抓的越来越多 抓的多了以后 他可以把这些抓起来的人 财产都没收 对不对 把你家的这些 被老领导看上的 女的或者是男的 都那个 都潜规则一下 对不对 之前还有报道说 很多集中营里边 堕胎的 或者是怀孕的 出了以后就 直接上吊自杀的女的 有不少 然后呢 他抓这么多人 还得给上边要名额呀 要这些管教的名额 这样的话 老领导就可以贪更多钱 所以当地的这些官员 应该是和重庆似的 现在就靠这个东西来赚钱嘛 这形成了一个产业 所以他就会越来越黑暗 他这个现在不只是对新疆 这些少数民族 即使是去里边当管教 你也好不了 你都成了老领导 这个割羊毛的一个工具 所以你只能在里边待着 你想走 现在你想把集中营关掉 你想 你想说 不干了 或者新疆人说 你让我咋地都行 让我跑 不可能 现在你已经成了老领导 割羊毛的一个工具 你要是跑了 你这些人没了 管教也不管了 那老领导靠什么来收钱呢 所以现在这成了一个 邪恶的产业了 已经不是说一个 人道上 或者种族上的灭绝的问题 中国的什么事吧 最后都转到赚钱 这个问题上 即使上面有政策 是一个民族政策 它最后也是变成 一个赚钱的机器 上面有政策 是文化清洗政策 它最后也是通过这个来赚钱 因为中国人 他不管无所谓 不管你什么 我赚着钱就行 他把这个东西的本质 都给变了 都是用钱来衡量 我今天到底 要教你多少普通话 到底是要怎么管你 要给你管几年 到底要抓多少 少数民族的人 到底把你定性成 是什么样的恐怖分子 对不对 到底要不让你见家人 什么时候让你出去 你要干什么 全都是通过这个钱来衡量 怎么赚钱 怎么来 这就是中国现在这个集中营里边的现状 根据这个集中营内部的这个工作人员 这个管教的这个采访 现在集中营里边就是这么一个赚钱机器 这个集中营 你看大兴土 为什么建了这么多呀 已经建了这么多 还再建的还有好多 对吧 再建的可能还要翻倍 这都是为了捞钱嘛 你说你建这么多集中营 这些合同啊 这些工地啊 这些材料啊 全都是赚钱的手段 那你说这这中间得有多少利润 都得被老领导贪去 这又是一波洗钱割羊毛 所以现在可能国外的媒体啊 还有这些民运的人呐 这些播主都认为新疆这个集中营是一个民族问题 现在看来它不是个不是个民族问题 因为你看中国它这些老领导 它在别的地方 在汉族的这些地区 你说在浙江啊 在东北啊 在南方海南啊 广东深圳这些地方 它也是一个模式 只是到了新疆 它掺达了一些民族元素 但是本质上都是为了老领导洗钱赚钱 稳固他的这个金融财政的利益 只不过新疆被外媒 被这些民运是炒成是一个民族矛盾 本质上没有区别 你即使现在今天新疆都是汉族人 如果他们搞什么恐怖分子 他一样是被老领导关到集中营里 因为新疆监狱化 全国新疆化嘛 其实你反过来看一样 这就是全国资本化 这个资本 这个资本到了哪 这老领导到了哪 都是要捞钱的 都是要换钱的 对不对 这个资本它要一直的扩张 像雪球一样 一直的滚一直的滚 滚得越来越大 就是所有的人都为这个金钱奴隶 好吧 今天先说到这